來到一條 Triggo Graph 的題目 這條題目有三個 constant 就是 hk 和 theta 所以如果用回尋常的 put point 的 skill 就比較難處理到 還有它的 choices 或者 statement 都是一些 inequality 的 range 所以我們就要用 Graph Trans 的知識去找回實際 hk 的 value 現在正在問的是一個 cos curve 正常一個 cos curve 最簡單的那一隻應該是能達到 360 度 這樣 這個是 360 度 上面是 1 下面是負 1 這個就是正常 cos curve 現在它的 cos curve 你見到 它竟然最低是負 3 平時最低是負 1 而已 現在最低是負 3 所以呢 也就是說 這個 h 又有景棍了 你怎樣才可以令到 這個 graph 無緣無故擴張了它 上下這樣拉闊 就是我們用一個口訣 我們有一個口訣叫做 按又乘 拉 拉 拉就是除 在 y 位上除 因為現在是 y 位由負 1 變負 3 y 位 負 1 變負 3 那麼我們現在就叫做 我們現在就叫做 拉就除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就由 y 等於 cos 的 就會變成 y 除 3 等於 cos 的 y 等於 cos 的 這個呢 先會是可以配合到 這個位是變成負 3 也就是說 這個 h 呢 簡單來說 h 等於 3 h 等於 3 那麼 h 等於 3 那麼這條色 1 的話 那就對啦 因為它說 3分 1 是 0 和 1 之間夾住 現在嘛 好 那麼我們 h 等於 3 之後呢 另一個位呢 就是 看完那個 x 位了 喏 你x 位呢 就是說 本身呢 它就零去到 360 現在呢 就由負 15 去到 165 本身 它那個的 這個我們叫period 其實這個period 就是 360 度 現在這個period 180 度 那就是它 按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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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了兩倍 按了兩倍呢 就是說呢 現在 x 位 原本的period 就是 360 現在你變成 180 度 那麼我們根據 按扣除的原則呢 不是 按扣成 按扣成的原則呢 那就是 就是說呢 原本y 等於 cos 現在就會是 y 等於 cos of 2 x 好 這個2呢 其實就是那個 k 那就是說 k 等於2 k 等於2 好 最後去到這個pher 去到這個pher 那pher又怎麼搞呢 pher我們就用put point 這裡有個point 我們知道的 這個point呢 它的x coordinate 其實就是-15 和165 加上除2 因為是mid point 那就是我們中間斬 都應該是mid point 所以這個就會是-15 加165 除2 然後y coordinate 當然是-3 那就是-3 這個位置就是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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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位置就是-2 165-15 -2 差15度-2 差15度-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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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就把這個point呢-1 現在的顏色會是y等於3cos2s加φ 因為我們已經找了h和k 這個是h,這個是k 我們就把s等於75度,y等於-3 嘗試去計算一下φ 即是-3等於3cos150度加φ cos150度加φ等於-1 正常如果你按機,cos-1就是180 即是150度加φ 就等於180度 所以φ 就會等於30度 φ等於30度 就等於2分1 這個就是我們把φ 去計算的 好,我們接著看看option 剛剛說了option1是對的 k等於2,這個不對 接著這個,它就都對的 因為size 30度是大於3分1 h是3,φ是30度 這個都對的 就答案是C 了